他的人格特質卻跟他所提出來的和解是互相對立的 你要跟人家和解為什麼罵人家是蟑螂蚊子呢 那你怎麼跟蟑螂蚊子和解呢 於是他人格特質裡面的這個自相矛盾 不斷地在他站到這個舞台 燈光很亮的地方就不斷地顯露出來 那就不斷地自相矛盾 那這個對他來講實在非常慘 比如他說他被人家設計 但是他被人家設計在馬英九的辦公室 怎麼樣被設計沒有人看到 然後他說被設計結果他的這個發言人出來就把他拆穿了